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时候就看这个衙门前 好多老百姓 人山人海 还有武士官军举着棍棒皮鞭 这超大百姓 这怎么回事 子龙就下了马了 他一摆手 车Tok都停住 他开路边 站的是一个老汉 子龙走的跟前插手十里 老人家 衙门里出了什么事了 这老汉怎么一听啊 没说话先哭了 哎呀 将军 你不知道 衙门里正在拷打我们郡守司马之 啊 子龙当时就愣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子龙不是把赵亮留下 自己出去借钱去了吗 司马之啊 哎 遭了罪了 怎么呢 三天两头上边来催要这关决天 开始时候是两天一趟 后来是一天两趟 司马之告诉他们了 说是我的朋友赵子龙去借钱去了 借来之后是立刻交还 分文不少 不好使啊 忽然这天 小赵亮慌慌张张从外边跑进来了 大人 了不得了 好 司马之一愣出什么事了 皇帝派来个钦差呀 是专门来要这关决钱的 你听谁说的 我打听听出了 这钦差姓什么 他听说陈姓董 叫董修 哎呀 司马之听着这口心里咯噔一下子 怎么 他可听说过这个人 这董修可厉害 人圣一号叫董皮修 为什么叫这么个外号呢 这皮修是一种野兽 比那个梨子小点 比那个猫稍大点 这种野兽的尿有毒 刺在那野兽身上 别的野兽就得烂死 这么说吧 连狮子老虎都怕他 他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司马之想 我接待不接待呀 不接待哪行啊 接待错了还不行呢 司马之诚惶诚恐的 把这位董钦差给接进来了 涉白酒宴款待 自己连做也不敢做 规规矩矩矩 垂首而立 司马之一看 这董皮修不像人们说的那样 看他这外表啊 他是挺和气 面带三分笑 可司马之不知道 这人笑里藏刀啊 他上下打量打量司马之 司马之 你这个驻军钱 怎么迟迟交不上来啊 听这名多好听啊 不叫这个拍卖官决钱 叫驻军钱 现在呀 各地 好多反叛 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背叛了朝廷 都谋反了 朝廷呢 需要派官军去谈养 这就需要粮草 这就需要粮草 需要钱财 各地都交来了助军钱 怎么你这儿交不上来呢 回禀大人 我的朋友赵子龙已经出去借钱去了 即日就将交换 大人您请犯宽心 东比销摇了摇头 这么几个钱还用出去借去吗 我听说 巨入这一代百姓十分富足 这就很有钱了 那你就不能在当地想想办法吗 四马之一听就明白了 他这给我出毒一面 让我去搜刮百姓 哎呀大人 万万事不得 百姓已经够苦的了 大人您应该知道 国以民为本 百姓好比水 这水可以载舟 它也可以富舟 大胆 东比又火了 我说的呢 你这驻军钱迟迟不交呢 但请你有一背叛朝廷 有一谋反呢 和刁民勾结一起 这还了得 来呀 将司马之余我拿下 就这么着 就把这位司马军手给捆起来了 当时就声唐审问 在司马之身后 总跟着一小孩 谁呀将他照亮 说什么他也不离开 那你就跟着吧 司马之跪着你也跪着 老百姓听说了 说是要审讯这位司马军手 哎呦 百姓都来了 司马军手冤枉啊 那是个清官呢 东比修带来的这些武士和军校 就抽打这些百姓 正在这时候 赵子龙他们来了 子龙听这老汉怎么一说呀 哎呀 这还了得 我来的正是十块 我把钱借来 交上钱这不就完了吗 张飞也都听见了 哎 子龙 啊 这么着得了 我去看看 不用不用 子龙一下 您在这站会儿吧 您看着这个车 我去去就来 那不行 咱们还要一块去吧 好好好 这两人就奔着衙门这儿来了 衙门口这儿站着个小旗派 这家伙厉害 主多大 奴多大 手里低了的鞭子 瞅哪个人都不顺眼 好嘞 打 鱼路这地方啊 山高皇帝远 多见树木 少见人 这地方的人特别丢啊 打 你看 来了两位 前面走的是赵子龙 赵子龙有儒匠之风 看他特别文静 他倒没怎么害怕 可以看后来这位 小青派吓你哆嗦 怎么回事都没看见过 看张飞张一德 晃荡荡 鹤洋洋 身高过战 头乳脉毒 绑过三平 抱头火眼 花儿角的眉 那眉毛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的 斜入天仓 这时候大火眼 黑眼珠特别大 白眼珠特别小 黑眼珠把白眼珠都挤没了 挤成一刀馅 人说这样人胆子大 公关鼻子四方阔口 是大耳朝怀 压耳毫毛 像排皮相仿 扎了下下 特别这部胡子 暴涨刚然 半尺多长 迎风都吹不倒 跟铁丝差不多 黑盔黑甲造罗袍 神类一下佩剑 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 就往这一站 这小棋盘心里崩崩直打鼓 请问二位要删哪 请您通病一声 我们要见进这位钦差大人 什么 见钦差 那是随便见的吗 海外天主亲命大臣 既是钦差 能说随便要见就见 其有此理不一样 张飞姐后边就过来 一切伤害 张飞还透着和气呢 就这么一扒了 那小棋牌啊 差点躺下 他再也不敢拦了 张飞在前 子龙盖后进来了 来到坦口这儿这么一看 哎呀 这重要给司马直用刑啊 子龙抢不上钱 并钦差 司马遵守的官权钱 一盗 我们钱呢 借来了 董平修看看赵子龙 看看张飞 哦 钱借来 你是什么人 我姓赵明云自子龙 哦 听说了 你去为司马直借钱去了 那好啊 来啊 把那钱全部收下 把赵子龙 帮开 呦 子龙一愣 你为什么帮我 这下张飞这活儿可实在按不住 他自从听了老汉说完了之后 这活儿就顺着脑蚊子 蹭蹭地往外窜 要不是啊 看着子龙的面子 他早就提着杖拔舌毛 来个横扫千军如卷席了 就冲到这衙门里边来了 由于子龙在旁边 他还想见你这司马直 所以这气一直压着 现在一听说什么 要把子龙给绑起来 他腾腾抢步扇天 咔嚓手一幅转 瞪眼就瞅着这董皮修 这董皮修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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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皮修怎么了 站起来了 腿都麻了 他一看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这么凶啊 哈哈 你就是那董钦钗呀 可恼 真是欺人 太深 喷 皮修一把呗 就给低了起来了 哎 你要干什么 大胆 大胆的 谁说胆小来着 他给低了起来 沙子龙在旁边招了急了 心说不行啊 怎么 你可别闯祸 咱们得去司马神兄想一想 这这这 一阵将军 齐摩鲁王 哦 这句话还真起作用了 子龙要再晚说一会儿 那巴掌都举起来了 就这巴掌 好家伙 铁饼子一样 啪啪一下 他就要照着这董钵修脑袋就拍着一下 就这一下子脑袋就扁了 最狠的 哼 好 就饶恕于你 一抖手就有打那个案呢 那公案不是吗 就给那案上 哪是大活人呢 这扔一把那竹子腿奶糊 嘟 简上就给砖下去了 嘀咕咕咕咕咕嘟 这扔那柱子根跌起来 随后 张飞过来 别看给扔那 还得教训他几句 以后你再不要这样胡作非为了 不要这样欺人太甚 听见没有 这次我暂且饶恕你 下次要再遇上你一家三将军 你可惜无险 得活呀 听明白了吧 行喽 起来吧 说你呢 没动静 张飞扶神一看 哦 死了 他没交使多大劲 就要这一扔啊 那董鼻啾咕咕咕咕 太阳穴 整撞那柱角石 那石头那脚那 摔死了 哎呦 董鼻啾手气这些武士可就不让了 啊 好啊 摔死钦柴 这还要得 捉他呀 谁敢过去捉呀 有一个炸子胆子喊了两声过来 你们 你们 你们阵长 闯下了他天打祸 但奏名胜上 来捉你不止跑 董鼻啾手下这些武士军校全跑了 他们跑了 司马直啊 那些个牙医全过来 赶快把司马直给松绑 司马直看见字幕 连周提带上火 连周提带上火 昏过去 他赶快马死前兄 垂后背 连呼带叫 司马仁兄 醒来 司马仁兄 醒来 呼呼呼呼呼 还醒过来 照亮干嘛 把司马直给扶起来 找了个座位 司马直看了看 子龙天帝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来给你引荐一件 这是张飞张义德将军 张飞一看 难怪子龙说 也难怪子龙夸奖 司马直军手真不错 好 我这相由离 将军 子龙你们闯了大祸了 此地绝不可停留 赶快离开狱路 走吧 张飞一听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那军手您呢 窝上朝廷去请罪 哦 到京城请罪去 张飞乐了 司马军手 您这书啊 是有点念多了 都有点发呆了 怎么 那不是等于飞蛾投火吗 不是等于送死一样吗 你说那干嘛去啊 哦 就因为摔死那钦柴 他早就该当死啊 嗯 这么办得了 您呢 也别多想 也不必替我们担心 走可以 我们走 您也走 哦 四马军手 请你一朝将军 我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 您呢 和您的好友赵子龙 咱们一起去同奔白打公孙赞 从此福所 伯归兄了 闻有您四马直 无有我家贤弟子龙 那公孙赞霸义怎能不成呢 哦 对对对 四马直一听 那 呃 只得如此了 哎 那你们去收拾收拾 我随后就到 您可快着点啊 您讲话 此处是非之地 不可久停 走走走 四马直坐的这盒眼睛直勾勾的想 他想什么呀 我怎么办呢 我跟着二位将军走 这事儿能算完吗 啊 皇帝知道了之后一定问罪 我走的哪儿得把这罪带着哪儿 这一下子龙 义德 两位将军跟我都得受牵连 恐怕就连那白马公孙赞 也难以逃脱罪名 哎呀 他越想越难过 赵亮呢 赵亮跟着忙合去了 哦 这些士族还有好多车辆人马 他都得赶快掉过头来收拾收拾 这就等着四马军手来就一块走了 等了半天 四马直没来 只能有点着急了 四马人一胸迟迟不到 这怎么回事 可真是的 您瞧瞧 哎哟 张飞想起来 是不是军手受了什么伤了 可能啊 那董皮修用的什么行了 对了 那咱们去看看 兄弟两人又翻回了 只找到四马直军手的卧室 扒一下 来到卧室门口这儿用手 这么一推把门推开 四马人兄 四马人兄 没动就 嗯 子龙一想不好 他划一下 用手一条连路进来了 啊 当时两位将军就愣在那儿 怎么了 看军手 四马直已经是蹊跷流血 他隐阵 而亡 你还能够 你还能够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还能够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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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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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